请收看 汇律法师 冯雪讲座 其实很精进 可是烦恼一大堆 我们供高 喷到人不屑一顾 自己认为自己非常有修行 问题就是出在这个地方 每天拜佛用功 是做什么 是拜给人家看的吗 还是上班打卡 现在的修行就是这样 我早上起来做 做早课 我早上起来做网课 像打卡 像上班一样的 我的烦恼出不出是七次 我只要把这本心送完了 就对佛有一个交代 我们叫做交代式的修行 我们这个叫做上班式的修行 我们这个叫做打卡式的修行 不是真正的修行 不管我们那心里面的烦恼 存不存在都不去管它 反正我在这里把这一部心送完了 我有一个交代呢 佛陀你看我 你诵经是要给佛陀高兴的 还是要降伏自我的 要得生死自在呢 有一个人 诵金刚经三千步了 跑到文殊讲堂来 跪在那边回向了 我刚好走下来要吃饭 我说年轻人 你来拜佛了不起 说师父我送金刚经 送了三千步 我今天我送了好几年 我今天特别来文殊讲堂 在佛前回向 借这个机会好好的交易 我说你送金刚经三千步 那我现在问你 金刚经是谁讲的呢 他说当然是尊讲的呢 那现在请问你 你是送给佛听 还是送给你自己听呢 如果送给佛听 佛不孝 你送给他听啊 他讲的还要你送给他听吗 他说那送给自己听 那你送了十几年啊 他说我送了十几年 那送了十几年 烦恼断了没有 没有 那现在呢 他继续送 我说那金刚经里面讲的 若以色见我以应生求我 世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试说看 若以色见我以应生求我 世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诵经就是应生呢 米歇拿不出来 你送经求佛 佛早就跑掉了 他说那我回去 就不要送了 我说更糟糕 你不搭车到 不搭车到 不送经你做什么 现在那边干什么呢 好难哦 他说 那么简单 怎么堪称最上圣论呢 你以为当一个大侯上这么简单哦 我说不晓得 这个大物的人心境这么高 哪有这么高 在这里哪有比高下的 你没听过 四法平等五有高下吗 嗯 说不过师父 啊 你好好的回向啊 记得回向给我 我去吃饭啊 送三千步 抵不过师父 两句话 一下就躺在那个地方 你根本就没办法回答 两句就没办法了 因为不误 佛的心法 也没有彻底的见性 就知道在 但随族的以言应声 在求佛 佛已经在金刚经讲得很清楚了 如来之既诸法如意啊 你一切像基民诸佛 不能搞错了 诵经是要一文起观啊 对着文章起观照啊 不是念给佛听的 经典就像佛的遗教一样啊 佛留下来的遗嘱啊 你要如法如理如佛所修 按照他所交代的遗嘱 如法的观照 去入佛的心境 才叫做佛的弟子啊 不是因五学讲话 不是因五学讲话